这个Guitar History这地方 如果说六题呢 文字这么多啦 说真的有的时候你看半天还不知道他 在讲什么 所以呢第一个比如说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参考的答案 这个参考的 参考的 这个解答 这个参考答案呢 在我的网站上也有啦 所以你们就是直接有没有 可以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可以先把它点进去来看一看 比如说他这个吉他设设施 第一个他这个上面 第一个小题就是讲这个地方 字的大小为4 颜色为FF0000 FF就是红色的 所以也就是只有红色的 然后以动态效果 所以动态效果就是它会飞进来 这个地方应该要 有没有 咻就飞进来 我重新整理一下 有没有 他就不一定是飞啦 你反正只要会动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下方就是出现这个 这几个字 有没有 回社团介绍首页 这些 那中间至于要不要空白 这个地方空几个空白 他也没指定 所以呢 你这边可以大概给他按几个空白键 让这边跟这三个标题 中间有一些空白 然后呢分别做超连结 再来的话呢 第三小题 有没有 就是把这个0101.tst 那0101.tst的话 就在这里 这个档案 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把这些文 这些字呢 贴上去就好了 贴到什么 贴到底下来 就是这些字 接下来呢 字体大小3嘛 所以这个就是3 然后颜色的话呢 就是00FF00 那中间的话 中间两个数字就是绿色的 所以出来就绿色的 有没有 有六个数字嘛 中间 中间3跟4就是绿色的 所以这地方要注意 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有那个 这个喇叭打开的话呢 应该有背景音乐 这地方的话 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 要我们加背景音乐 就是这个音乐 这个mini档很简单 再来的话呢 最后回首页这边 它要什么呢 覆盖整个网页为目标框架 不得在于man 比如按下去的话 整个就是说按下去 它要整个的话 就是说呢 整个看到就回到 现在看到的框架 而不会覆盖过去 那这地方比较 特别就是说呢 这一题最难的 应该就是第五啦 其实怎么 尤其是你们没有学过网页 然后目标框架 这个地方 对大家来讲 应该是最困难的地方 目标框架 那这什么叫目标框架 等一下我还会再说明一下 再来的话 网页背景使用0103 背景 有没有 那背景我想这个地方比较容易一点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做 首先的话开启Guitar History这个网页 接下来的话呢把字打上去 那这个字的话呢 就这几个字 吉他设时 那我 假设了 自己打字上去好了 有点偷懒 然后呢直接打吉他设时 接下来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求我们几个字的大小 我们把它选取起来 根据他一个一步一步来好了 颜色的话呢从这边设定 那其实直接从这边 出入 FF1230 这样就可以了 按照这个步骤 做过的话你可以用铅笔把它打勾 然后再来自中 自中在这里 动态效果 这个检视 工具列 这边有打勾 打勾就会出来 叫DHTML的效果 反正以后看到动态的话呢 就找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 当载入网页 载入网页的时候呢 用飞入好了